让我们股份图表分析 主要技术分析指标先看短线 RSI还未回到5T平均线上 虽然今天市况不错 STC%K低到%低 在超卖区里面 MACD淡 5个都是淡 故障分析指标DMI 都是淡 所以短线投机是不会考虑的 股份我们 不是的 它好像上升 但是它这样的弱势 五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短线形势显著向淡 就算短线投机 都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况且这个低位 2月28日低位 208.61 已经成为短期新的阻力位 更加重大的阻力位 当然在3月7日高位 230.04 暂时在昨天低位 190.95 是有支持 那这个位置搜不搜到呢? 不敢说 如果大市好 都应该可以 但大市好 也可以是不可以 跌多一点 如果是这么弱势的话 大家要小心一点 那我们看看 下降通道 和大家 这个明点高位 268元 拉这个高位 234元 拉下来 推来最远一点 昨天曾经跌穿了一点 好处 好处是收市 回到上面 那我们跟着 未来几个加日 一个星期 就看着 或者不要太远 本周末前后 我们看着 这个下降通道底部 会不会正式失手 收市位计 就这样看好了 已经 那你说真的 但上去 刚才我说了 这个是一个载力位 200元 208.6 你可以再看 再看 就是看 从这里跌下来 230.4 跌到昨天低位 190.5 190.5 190.5 大约上来 我们看 0.302倍 0.5 0.618倍 分别是 205.74 210.4 210.5 215.1 6 大家记住 这三个位 短线投机 就这样 如果中线 我标题 就说 中长线 都并非理想 投资队长 看看指标 告诉我们 SAR 保力加通道 RSISTC ACD 正是MACD 由于还未发出 雙雄公信号 所以叫做利好 中期形势 是向淡的 不是短期 是显著向淡 不是向淡 库座分析指标 DMI 暂时还是利好 暂时 正Di 跌向-Di 正Di 正Di 下来 如果出现交叉 就会变为 来淡 形势是向淡 所以 不是理想对象 的持货对象 还有 SAR 两个星期前 出现极点低位 208 8.6 上星期收市位 201.2 跌穿了 前星期高位 226.6 已经成为中期重要的阻力位 我们就不会考虑了 另外 就 画一条上升轨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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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降鬼载力在这里 太高了 不会看 上升鬼之池 这一条就穿了 如果我们看这个 哇 在这里 所以 都要小心一点 都要小心 要小心 这里的低位 187元 是中期的第一个支持位 守不住 就要看这条上升轨 支持 中期形势 不理想 月线图 长期形势 长期形势 月线图 上个月 就出现一支 长生距的阴烛 你可以说 虽然之前的持续升势 不是很久 可以说有些 乌云丐顶的味道 今个月 是不上升的 今个月 看到的暂时 仍然是跌市 仍然是阴烛 仍然是阴烛 附作 这个五个主要技术 分析指标 全部都来淡 就是 RSI 不能回到五月平均线上 附作分析指标 DMI ADX暂时未够20 如果 如果它真的回升了一点 够20 这样的指标也是利淡 因为正DI 是低于-DI 所以长期是显著向淡 和短期一样 短期显著向淡 中期向淡 长期显著向淡 所以这股份 中长期 都不应该是理想的持货对象 我们可以先看 拉一条线 拉一条线 拉一条 这个长期的阻力在这里 好吗 长期的支持 可以这样拉 这些低位 长期等待突破 等待突破